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NURM的频道 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 金牌小母桂名羊的艺术人生 在这一集我们主要和大家讲一讲 对这个金牌小母桂名羊的艺术评价 贵名羊他只是演小母 而且相当出色 所以他有金牌小母的称号 小母也就是擅长武功的青年男子 在京剧里面分长靠小母和短打小母 但是在粵剧里面没有这样的分法 欣赏小母自然是看他的武打方面 即武打的功架 在火烧阿房宫里面的太子丹 在三角崔龟里面的赵子龙 都是桂名羊擅长的角色 所以小母是透过他的眼神 身段和唱腔表现出来的火器 这些就是值得欣赏的地方 以及值得观众留意的地方 小母是粵剧是粵剧传统的行当之一 在清代的时候粵剧有十大行当的分工 这十大行当就是以下这十个 首先一是尾是末 二是静 三是生 四是胆 五是丑 六是爱 七是小 即是小生、小母、文母小生等等 八是贴 九是夫 十是雅 清朝就是这十大行当 但是去到后期 这十大行当就变为六处制 变六处就是文母生、小生、丑生、正弹花弹、正印花弹 第二花弹和苏生 到后来就再演变了 粵剧唱康的部分就减少了 但是武功那方面就越来越多人喜欢看 所以小母这个角色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接着就讲一下马营舌康这个东西 什么叫马营舌康呢 但以粵剧五大流派疑论 他们都是各具特色的 譬如说 泰国仙就以演文母生为主 也间不中演丑生 或者小母 有时还反串花弹 所以泰国仙就有万能老观的美语 由于声带鲜天不足 不够游长 反而创造出一些独特的涉康 简结优美 旋律就是流畅 节奏明快 套字就是清晰 他就很能够准确地 和贴切地表现人物 多种的状态和思想感情 至于马斯僧 就以演丑生为主 间中也会演文母生 小生和老生 马斯僧的表演生动通组 刻画人物入目三分 闺明羊对于马斯僧 和泰国仙两个人的表演艺术 都能够融会贯通 他的唱康斩钉截铁 自成一家 所以当时的人 就称这种康口 叫做马营舌康 当年因为舌马 竞争得很激烈 两个竞争争夺 去出演小母 帮他效力 一夜之间 因为当时 桂铭羊的表演 相当得人喜欢 所以舌国仙和马斯僧 都争相想夺到桂铭羊小母 修徽旗下 就帮他们效力 结果两个竞争之下 一夜之间 桂铭羊的人工 就三级跳 不止三级跳 转眼之间 跳到一年之间 一夜之间 一夜之间 他自己拥有中军 还有很多人 听他使唤 所以当时的桂铭羊 那个风光之处 真是一时无量 桂铭羊的徒弟 就不算多 以至历史上 亦曾经有人质疑 桂铭羊到底存不存在 因为他收徒弟不多 桂铭羊的螺边花 用高抗急速的螺鼓音乐 配合上场的伸段的程式 来增加出场的气氛 这种程式是非常不容易学的 因为他对身材的要求 相当高的 但是大多数气氛 身高身形少 身形好的 其实都不是很多人 桂铭羊应该是其中一个 身形和身高 欺负到好处的佼佼者 所以他演这个 他自己发明的螺边花 欺负到好处 但是其他身材 稍为输舌的灵人 要学 也不是那么容易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 桂铭羊的戏剧人生 分享到这里 暂时停一停 休息一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 阿N与阿N频道 下条片继续和大家聊 分享桂铭羊的人生 拜拜